好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这种 极限存在的证明 那这种曲线 比如说 2s这种直线 斜线应该叫斜线 那这种的证明 因为你很清楚看到 一条斜线是连续的 它中间没有任何断掉 所以我们当然证明 可以证明 一看就知道说 我们应该 这个连续的假设是对的 但是有时候连续的假设不一定对 举个例子 Limit s 趋近于 1的时候 这个叫做 seal 天花板 OK 这个符号叫 seal 天花板 那天花板函数也就是说 当它在0点几的时候 它的天花板是1 OK 那1点几的时候 它天花板是2 2点几的时候 天花板是3 那这种函数在整数值的时候 它的极限存不存在呢 各位想想 在整数值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线会长这个样子 那也就是说会断掉 那这种断掉的函数有没有连续啊 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说它在0.5 或者是在1.5的地方 那它有连续 对不对 OK 但是我说它在1的地方呢 就没有连续 所以不代表这个函数都没有连续 它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连续的 0.8 只要它不是整数值 它都连续 但是它在整数值的地方不连续 OK 那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证明说 OK 这样一个极限不存在 我们反过来证明 假如今天 Limited 趋近 S 趋近于1 然后C S 存在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某个时数 B来代表它的极限 没错吧 OK 那这时数我虽然不知道 我可以用某个符号来代表 OK 就这样π 用来代表3.1416 那我们可以用B来代表 但是呢 如果 我们有没有可能让 是由S 减 B 小于 0.1呢 OK 这是一个问题 那不管Δ取得多么的小 只要Δ大于0 那么S 减 1 小于Δ 它的意思 绝对值小于Δ 它的意思代表说 -Δ 小于S 减 1 小于Δ 对不对 OK 那也就是说 E 减 Δ 小于S 小于1加Δ 这样没错吧 可是我们只要取这边 比它更小的一个点 还有这边比它更大的一个点 但是却在范围之内 这两点的距离 永远都是1 对吧 比它更小的一个点 也就是 也就是一个点我取在这里 另外一个点取在这里 它不管怎么取 那两个点的差距永远都是1 OK 这时候你就不可能让它 去小于0.1啦 那连0.1都不满足 那对于任意小的Amazon 又怎么可能满足呢 所以 这样子 你就可以反正说 它根本就不可能 好 这样子 清楚了吗 那当然这 这 从图形上很多 一眼就看出来了 但是数学上要求要严格 所以 当你要证它 成立或不成立的时候 请尽可能的严格一点 尽可能的严格一点 好 那上次的 那个题目 其实反而比较难 因为平方 OK 那 但是你还是可以啦 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位了 我 我只要取得 够小 而且那个是个正数就可以了 所以我今天取1加Amazon-1 我可以不 可不可以取1加10分之Amazon-1 可以吗 1加百分之Amazon-1 也可以吗 所以你只要取一个 这样的数 就是 1加百分之Amazon开根号 我用纪念开根号 开根号很重要 不然没有开根号 在这一题就不成立 那你可以开三次方 对不对 开四次方 应该也可以 只是你那个Amazon要取得够小 不然 那个 怎么讲 你越开根号 可能会越大 OK 所以 你要注意那个描述你的条件 只要你的条件 很严格的满足这件事就可以 好 那我们刚刚就来看到的是说 我们在证明极限存在 好 极限存在 但是问题是极限 其实有分 左边过来的极限 跟右边过来的极限 好 那像刚刚的这个 seal函数 很显然的就是 它在大部分的点 极限都存在 但是在整数点的时候 你发现它断掉 在整数点的时候 它其实 左极限 跟右极限不一样 比如说 当 limit s 趋近于 1负的时候 seal 1负就是说 比1 小一点点的那个地方 OK 它显然 它这里 趋近于 1负的时候 比1小一点点的地方 这个图 比1 我觉得 seal 对 比1小一点点的地方 它的seal是 这里写错了 是1 右极限呢 seal是2 OK 这里写错了 这是1 这是2 所以 它两个不一样 所以它的极限不存在 OK 那这个我会再更正 一直忘记更正它 另外像有一些函数呢 像这个函数好了 这个函数很奇特 它是整数函数 也就是说 只有在整数的时候呢 它才是1 否则是0 请问这种 极限存不存在 这种函数它的极限存不存在 比如说 在整数点 它的极限存不存在 有同学摇头 各位觉得呢 我要告诉各位 这种函数的极限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在那个点 那只有在那个点的情况之下 你根据这个定义 当我们搞不清楚说 它到底存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定义 极限的定义是什么 是 s趋近于a的时候 fs可以任意接近b ok 它有没有说b一定要是谁 没有 它没有说b一定要是谁 所以即使你这边断掉一个点 它最后会趋近于某个数值就可以了 好 所以像刚刚那个例子呢 就是整数函数 整数函数 这一个 这一个的图会长什么样呢 好 这个整数函数的图大概会长这样 我先把这边擦掉一下 大概像这个样子哦 各位看一下黑板 也就是说 它全部都是躺平在地上的 但是呢 只有在012 不 这123 只有在123 或0123这些点呢 它通通都是1 那问题是 它的极限存不存在 在这些点 它当然极限存在的 对不对 因为左边右边是一样 但是在整数点 它的极限存不存在呢 在整数点 它的极限 存在 存在哦 为什么 你想想看哦 我从左边过去 它的极限是多少 零 对吧 我从右边回来 它的极限是多少 零 所以它两边的极限 是一致的 极限存在 那怎么解释这个点 它只是极限存在 但是它不等于那点的值 好吗 极限存在没有必要 一定等于那一点的值 OK 所以 极限存在 并不代表说 它一定要 一定要在那一点有值 好吗 OK 所以 这里请注意一点 就是 像这种函数 极限其实是存在的 但是呢 它跟那一点的值不同 所以它左极限 右极限 都趋近于零 它极限就是零 但是跟那一点的值 却不同 好 那 上礼拜其实这边 我们看过了 我们再重复看一下 如果 FS在C这一点的极限存在 GS在C这一点的极限也存在 那 极限是会有下列的特性 就是 第一个它有加法特性 就是 它有线性的 AFS加BGS呢 它就可以等于这两个拆开 好 那 所以 如果两个连续函数 好 两个连续函数 它的 加总 还是连续函数 某个常数 乘以一个连续函数 那 它还是连续函数 OK 好 那 两个连续函数相乘 它还是连续函数 好 一个连续函数 除以一个连续函数 只要 下面这个 不等于零 那 它还是连续函数 所以这是 极限的特性 好 接下来是 连续 连续 好 如果函数 FS在 X等于C 刚刚我们讲的是 极限存不存在 那 那并不是 我们讲的 并不 并不 不是连续 那 我刚刚有用到连续的用语 应该是说 它是极限存在的函数 那 如果 FS在 S等于C 这一点的 极值 就等于它 这一个函数 在C 这一点的值 那我们就说 这个函数 在这一点 是连续的 那这里有个问题 以刚刚这个函数 INT而言的话 它 在 整数点 是不是连续的 它 极限存在 没错 但是它是不是连续的 它不是连续的 因为它 有点 跳掉 跳掉了 它不是连续的 好 那如果 一个函数 在定义率的 每一个点 都是连续的 那我们就说 这个 FS函数 是一个连续函数 OK 好 那有时候呢 一个函数 它不是一直连续 它可能会断掉 像刚刚的那个 Flow 或Seal 那种天花板 数就是 它有断掉 但是呢 像 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 INT 就整数词函数 它也是有断掉 其他都趴在地上 但有几个点断掉 OK 好 好 所以呢 像这个 S分之S 这个在 基本上都连续 但是有一点断掉 就在零 因为除以零了 那这个呢 它是 在零点 也是断掉了 OK 而且它跟 两个有断开一段距离 那这个叫 跳跃不连续 这个叫 可移除不连续 就是 它基本上都连续 只有那个点 不是 那 这个叫 无限不连续 就是S分之一 一个趋向正无限 一个趋向 负无限 所以它是无限不连续 那所以呢 如果函数 FS和 GS两点 两个都在 C点连续 那它的组合 也会是连续的 加法 减法 乘法 都会是连续的 但除法有个例外 就是G C不可以是0 不可以是0 那 组合特性 就是 如果今天 FS在C点连续 GFS GS在 FC这一点连续 就M等于FC这一点连续的话 那G F 就会在C点连续 那这叫组合函数 组合函数 OK 那接下来呢 一个函数 如果在B区间中连续 那它必定是有借的 这个的意思是 像 像这样 这个函数 有没有在0 到1之间连续呢 S分之1 有没有在0到1之间连续 B区间 我说的是B区间 如果是开区间的话呢 它有 但是 在B区间0到1之间 它有没有连续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在0点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 它 在B区间0点 的地方 其实是不连续的 所以 只要它在B区间 的 某个B区间是连续的 那它一定有借 不可能是跑到无穷大 也就说 如果它今天 在一个B区间连续 它不可能会跑到无穷大 OK 好 那接下来看 导数的定义 导数 好 一个函数FS 在A点的导数 f' 通常我们会写成这样 那这是比较简单的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是 Ds分之 Dfs 那这个代表的是说 它切线的写率 在那一点的切线写率 那现在这边画的是一个割线 那如果你把这个ΔS取得很小 它就变切线 那这个就是导数 好 那这个我们上礼拜应该都看过了 所以当ΔS趋近于0的时候 它的极限是这个就写成为分式 那这个函数F's就叫做导函数 那请这边各位区分出 一个地方要区分清楚 导数跟导函数 差别在哪里 导数跟导函数 有差吗 有哦 导数是一个数字而已 导函数是个函数 它在每一点上都有值 好吗 导数我一定要说它在 S等于1的时候的导数 或S等于5的时候的导数 这个是一个数字而已 但是导函数是整条曲线 是一个函数 OK 所以导数跟导函数 请不要搞混 一个是导数 这就是把A带进去的那个东西叫导数 那我写成S的变成一个变数 这时候就变导函数 OK 好 那什么叫做可导 就是通常我们叫可导或可为 那说FS在S等于C点可为分 那就代表说这个极限是要存在 这个极限是要存在 而且左极限 右极限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说 它是可导或者是可为 OK 那这里就又可以出证明题 对啊 那我就随便出一题说 那这个函数在某一点上面可不可以为 或可不可以导 请证明它可导 怎么证明 就证明它的左极限 跟它的右极限是一致的 OK 而且不会去近无限大 OK 那就是可导可为啊 OK 左极限跟右极限 左极限带进去 右极限带进去 两个是一致的 就可以了 好 哦 抱歉 我不小心按到最后了 OK 刚刚是看到这里 好 所以可导和可为 你必须要为证明 好 那接下来函数可导的条件 就是 它的左极限和右极限必须要存在 那也就是说 它的左导数 左导数这一条四值的极限 跟右导数这条四值的极限 必须要存在 那一个是趋近于负的 某个点的负值的地方 一个是趋近于某个点的正值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 从正的 从比它大的来趋近 跟从比它小的来趋近 两边的趋近一定要 一样 这样子才有办法说它是可导的 好 好 那以这一个例子而言 绝对值函数 大部分的点都可以导 但是有一个点不能导 OK 哪一个点 就是零点 零点的绝对的十函数 你左极限 就是左切线跟右切线的写率 一个是正一 一个是负一 所以不一致 所以它不可以导 好 那上次我们有讲过一个很奇怪的病态函数 sigma n等于0到无限大 a的n次方cos b的n次方πs 这个东西 基本上 每一点都不可以导 但是它每一点都连续 好 那接下来就来看导数 导数看完导数只是那个数而已 那微分就变成是 OK 如果fs在a点的导数存在 我们就说在 该函数在a点可为分 所以其实导数和可为 其实是差不多是同一件事 那要注意的一点是 可为分的函数一定要连续 如果不连续的话 一定是不可为的 好 那像左右极限不相同的角形函数 像绝对值函数 它就是连续 但是不可为分 因为它在那个角上面不可为分 好 那这边来看 上礼拜已经看过的一些公式 常数的为分式是0 次方 n次方的为分式是nsn减一次方 那举个例子 s平方的为分式是2s一次方 那自然指数 1的s次方 它的为分式还是1的s次方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1的s次方是微积分的单位元素 a的s次方的微分式是a的s次方ln 为什么请证明 为什么请你证明 那比如说f'2的s次方等于2的s次方ln2 好 好 自然对数ln s的为分式是s分之1 为什么 这也可以证明 好 后面有 那这个后面很多都有 但是我没有全部证明 我没有证明的那些 就是留给各位的习题或是考试会出的 好 这样清楚 这样清楚 那 loga为底的s 那这个就 它的微分式就s ln a分之1 好 那所以log10s的微分式是s ln10分之1 好 另外三角函数 sine的微分式是cos 那cosine的微分式是负sine tangin的微分式是second平方 cotension的微分式是cosc平方 负cosc平方 那 second的微分式是tangin s second s cosec的微分式是负cosc cotension 那 这个要怎么证明呢 这个比较复杂 后面我们会 有 有例子来证明 其中一个 好 那 反正角函数 就是sine负1的意思 那 它的微分式是1-s平方 开根号分之1 那 这些 要怎么证明呢 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学到比较后面 才会 好 那 这个 各位 看一下就好 三角函数还蛮重要的 反三角函数的话呢 原则上就比较不重要 好 那 另外呢 除了这些 已知的函数的微分式 还有一些是重要的 就是微分法则 那 微分法则 就是微分的概述式 那 cfs的微分式会是 c乘以 dfs分之 dfs 为什么 请证明 ok 你要怎么证明 回到定义 用limit 极限式去证明 就对了 好 那 同样的 加法规则 你有没有办法 用极限式证明 回到定义 用极限式证明 好 常数 加乘 那 这就是线性 法则 那 这个 每一个都可以证明 而且 基本上呢 前面那几个都非常容易 极限式一代就出来 非常容易 除法规则 就比较困难 它是g平方分之 gfplang 减掉fgplang 那 这个 这个 证明 也可以证明得出来 我们后面有 但是 这个太复杂的 我们考试反而不会考 我们不希望为难各位 但是 像这种呢 考试就很容易考 因为它又简单 又可以考你观念正不正确 听说吗 所以 请注意 这里 就是 我们尽量不考各位 刻意太难的东西 但是这种 这种的证明很简单 你必须要会 好 那另外 指数 规则 f的n次方 变成nfn-1次方 ds分之df 那 连锁规则 这个 这个连锁规则超重要 但是它证明会相对难一点 dx分之 这里少一个d fgx 就变成 dg分之df 乘以dx分之dg 那如果写成blown就会变这样 好 那这边 我们就来看一下 微分式的计算 微分的计算 从最简单的开始 这里一定会讨 请各位注意一下 fs如果是s平方 那请问fs在s等于1上面的导数 这还没计算微分式 它只是计算导数 也就是 微分式在某点上的词 OK 那计算导数怎么算呢 第一个 回到定义 所谓的f'e 其实就是limit delta s 居近于 哦 这里写错了 对 没错 delta s 居近于0 然后delta s分之f f'e加delta s 所以它是算在1的这一点 然后呢 减掉f'e 好 问题是 f'e加delta s是多少 就是 带进去嘛 fs是s平方 所以f'e加delta s 就是1加delta s的平方 对 那f'e是多少 带进去嘛 f'e就是1平方嘛 OK 所以变成 1加delta s平方 减1 好 除以delta s OK 那这个是多少呢 你把它拆开 变成1加2delta s 加delta s平方 减1 好 那这又是多少 1加2delta s 加delta s平方 减1 这个两个1消掉了 剩下什么 剩下 2delta s 加delta s平方 除掉一个delta s 变成 2加delta s 对吧 那最后呢 因为这个delta s 趋近于0 所以 它的结果是2 好 这边呢 我们出个 一个题目 好 让各位当场赠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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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